今天给大家录一个神曲 松子星世纪大赞 喜欢的朋友如果觉得领悟说的对 多转发多评论多点赞 谢谢 双子星世纪大赞 究竟是世纪大赞呢 还是十位圈前的一个陷阱呢 世纪大赞 最后的赢家究竟会是谁呢 答案是有客肯定输了 因为台前被看作是一场风雨不惊的内战 而幕后呢实际就是一个为了真爱团 拼得你死我活 到最后到底是谁赚了呢 只有一人笑了 海尔曼做得真棒 我们从第二幅截图可以看出 在YY手机推线里面 双子星已经并列放在一起了 这种场景我相信玩YY时间场的人 你们很难建造 很难建造双子星能在同一时间段 同时出现在手机推线里面 并且是并列排行 那人气几乎是一倍的差距 咱也不知道这人气网究竟是怎么了 而我们看第三幅图 人气网即将被秒的时候 连迈了 连迈的是一个小姑娘 而小姑娘很会做事 这小姑娘是蔡娜家的 而她呢 把马甲改成了 所以你们能看到吧 为什么 她为什么要改呢 咱们再看看 拳打敖战 脚踢政府 给我进 我相信 今天晚上看了这场直播的人 都会体会到 都知道 那不是留一手 那是一个女的 把名字给改了 双方拼的你死我活 为一个真爱团拼的你死我活 谁挣到钱了 谁被坑了 我们再看第四幅图 王晓 凯旋回归 什么叫凯旋回归 你被官方挨泪了 被官方给疯了 然后你凯旋回归 难道是你把官方给打败了吗 咱们回到第一幅图 双子星大战 究竟是世纪大战呢 还是就是为了圈钱 而提前预谋了一场战争呢 我相信 当领悟说到这里的时候 你心里已经有了 很明确的答案 我是一个中立的 我不是一八卦主播 但是 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很纳闷 究竟是世纪大战 还是就是为了圈钱 而策划的呢 一个小小的战争团 一边要求游客 开二十个号 也就说白了 咱们所说的战斗号 而另一边呢 要求 开十元的 开六元的 不要去开那一元的战争团 人气多的 要求开战斗号 人气少的 反而要求开六元的战争团 究竟是在那圈钱呢 还是圈钱呢 还是圈钱呢 林屋就讲到这里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